哈喽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唐永宏唐教授 教授好 好大家好 教授因为您就是针对两岸之间 就是台湾问题的研究 其实您是非常深入的 那其实有几个问题就想跟教授做一些请教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我觉得在两岸都很关注的 就是马英九访路这件事情 就是他说他人生这么六七十年来 七十几岁了 那他说他都没有踏入过大陆过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 那其实在两岸都造成了很大的旋风 就是我们看到大陆民众非常的热情的 就是想要展现那个大陆民众的欢迎 那台湾岛内就很妙 就蓝的跟绿的呢 基本上的那个报道的态度跟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教授您怎么看 就是马英九访问大陆这件事情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 对两岸的影响是什么 是因为在这个时间上除了马英九个人 因为他当过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在台湾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关注度和影响力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也还动见观瞻的 没错 特别是在当前除了他个人就是这么多年来 是第一次他到大陆来这个寄组 这个谈亲访友交流 其实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小的一方面 就从个人人文社会方面来看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其实更大的 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他作为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个卸任之后是第一位首次到大陆来交流访问 特别是在当前的台海局势下 大家知道当前的台海局势上是蛮紧张的 非常复杂 因为民党参与民党当局上台以来 不仅拘捕认同九二共识 而且还利用过种机会条件搞所谓的台独分裂 特别是还勾连国际反发势力 这个达成他一些政治目的 包括阻碍中国大陆的发展和民族复兴 那么弄到现在大家知道台海的 之前两岸关系是和平发展的 这蛮久的事情 因为九二共识是和平发展的 那现在已经变成和平发展 就基本上越来越困难一些 基本上两岸处于对抗状态 台海的甚至台海的和平就出现了一些变数了 台海风气云涌 很可能像佩洛西窜台一样的金刀何浪 对不对 因为今天刚好那个刚好我们这个时间点 就是蔡英文跟麦卡锡才刚见面过后 是所以说你看这是大的背景是这样子 台海已经不是那么和平 对对对 台湾民族也开始觉得台湾的安全可能会出现变数 那在最近临近的事情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蔡英文他要去外面访问要过去美国 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这些年来一直跟美国的反法势力勾连的很深的 平密的勾连这个刚才讲造成了一大堆这个审害国家核心利益的方方面变 所以大家在这个在当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么一种现状下 加上之前这么几年来七年以来的这么一种大的这么一种台海局势的一个演变 从和平走向这个这个原来也不和平的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台湾民众 包括不仅台湾民众 我想全世界很多民众 关心两个民众 大陆民众也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马上就这次来 就在这个风口的时间点来 它一定会刮起一阵旋风 这个旋风我们看到 不仅是两个民众蛮为关切的 其实我注意到海外的一些法人 等于国方面 包括甚至美国当局 也是蛮关注这个议题的 所以这是因为时事 再加上马安就毕竟是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所以这种引起了国界的广泛的关注 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 大家比较 这几天大家都在密切的 一直在讨论这件事 它的形成 它见了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对不对 以及它多了什么样的表态 今天好像是不是要回去了 明天六号 七号 今天最后一天就行了 明天准备要离开 对对对对 刚好蔡英文也要结束 刚刚和他们宽放相会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话 一位是来大陆寻求 代表着广大希望两岸和平 两岸发展 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些台湾民族的诉求和心声 因为蔡英文是代表着的 是当前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也代表着一部分绿营政治势力 甚至绿营民众的一些诉求 包括他所有的政治目标 包括去跟美国等等一些事 所以的话 满足这边显然是让大家觉得 两岸是有和平的这么一种相处的 继续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对不对 可是蔡英文的行为刚好就相反了 对不对 让大家觉得这个会加剧台海局势的紧张 所以他们这两位 一位来大陆 一位过境美国 所以的话的确让大家 全世界基本上关注台海局势的那些人 都在关注 看看到底会有什么剧本的发生 因为其实我们看得到 就是台湾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认为 马英九到大陆访问 其实释放出是一个 两岸和平稳定的一个讯号 但是同时刚刚我们也提到 就是蔡英文要过境美国 那就是其实蔡英文展现的是 就是依靠美国 然后两岸对抗的讯号 那其实现在这两个讯号 都在台湾上空正在 正在对冲发射 对对 发射都在对抗 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觉得就是与我们在台湾岛内 看新闻的那个热度 就是马英九的热度 其实现在是稍微比蔡英文高一点点 目前这个状态之下 那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代表说 两岸之间其实本来就同文同懂 那其实也没有人真的喜欢战争 大家都希望两岸之间是和平 稳定发展 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两岸之间 其实我们往正向发展的这个可能性 大于这个对抗 怎么讲呢 其实应该要两个 我个人理解应该从两个边向上来看 就是希望台海和平台湾安全 应该说实在台湾民众中是不分蓝绿的 共同的诉求和兴盛 对 除非是少数像苏贞昌那样说的 愿意拿到稍把上战场的人 但是我相信的是少数 但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 即便是政治立场上 亲民进党支持民进党的 主张台独分裂的 其实他们都想和平的分裂 别打仗了 你干嘛都好 对对对 要分裂 要独立 要分裂 要所谓的独立 要分裂 那也希望和平的达成目的 对不对 所以在台海和平台湾安全这个议题上 应该是在台湾社会是共识 这是共识 所以你刚才讲到那个 因此的话 蛮旧的这个 关注蛮旧的这个热度 好像会超过 有时候更多的民族 好像更支持蛮旧的行为 对不对 支持他来大陆 表达台湾民众的心声 需要寻求和平 这么一种心声 那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是不是说 这意味着两岸就真的能够 你刚才讲的 是不是所谓的同文同种 能够和平的走到一起 也就是用大陆话来说能够和平统一了 我看这里还在打问号 还至少不能确信 还不能确定 因为刚才讲了 因为求和平是蓝绿 不管政治立场不同的多数的共识 但是统一可能就未必了 倒立民众我看 在我13年在台湾去蹲点燕黄 包括内部民调显示 还有公开的民调里面看到的 多数民众好像不是那么愿意统一的 台湾其实对于统一的讨论太少 是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而今天民进党成立1986年创党以来 利用各种机会条件改变台湾民众的想法 特别是陈水扁后来执政的时候 去中国化的教育等等 搞台独分裂的这些宣传影响等等 形塑的所谓言庆时代 蔡英文称它为天然堵 当然我们知道的是人造堵了 是吧 但是就是它的确影响到台湾 年轻时代的国家认同 和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的偏好 对不对 从这个以上来讲的话 所以形势上不是那么乐观 尽管也希望和平 希望发展 希望交流 希望合作 但是毕竟政治立场上 它可能偏好上是不同的 这些支持民营党的 亲民营党的那些民众 特别是年轻时代 他们可能是基于一边一国 一中一台的这么一种 政治定位的框架下的 交流合作 去思考两岸关系 他这样子在寻求 和平发展 寻求交流合作的 跟我们讲的同文同种 这一部分人 或者说老一代的台湾民众而已 他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老一代的 认为两岸还是一个国家的 再怎样都认为是同胞 打断骨头都连着 今天同胞 那这一部分民众 是希望两岸能够真正的 和平的走到一起的 是希望和平统一的 但是这部分民众的比例 在我的观察中 在我们的民意调查中 以及在外部民意调查中 我们看到其实不是多数 在台湾民众中的比例 不是多数 而那些 表面上说 希望维持现状和平发展 但是那些深处 他希望将来更有机会分裂的 比例实际上是蛮高的 远远高高希望将来有机会 走到一起的这个民众的比例 对确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今天求和平 虽然是大家的共同的诉求和心声 但并不意味着 将来就一定要和平走到一起 对吧 我讨内民众的那个想法 其实就是我只要维持和平 那至于要不要进一步往下呢 目前大家的态度就是 先不要 先不要 先等等 至少暂时不要 暂时不要 我看到他们的 暂时希望维持现状 等以后再说吧 所以他目前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从 辩证的角度来看 还的确还是有和平走到一起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 但是呢 也有可能 和平 也有那个 不愿意走到一起的可能性 也是更 目前看起来还有蛮严重的一个群像的 所以这部分两种可能性都有的 所以问题的核心焦点就是 我们当前我们该做什么 来让两个民众愿意走到一起 对不对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地方 对 那教授您怎么看 因为其实马英九访问大陆 就是从一开始 大家都觉得说 马英九的这个接待规格 好像感觉还好 然后就大家认为是说 其实在这个整个旅程当中 整个规格以及那个乐度 是慢慢慢慢加温的 就是大陆 就是教授您从这个 大陆学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您怎么看 就是整个马英九的规格 就真的像台湾媒体讲的 是加温呢 还是其实这个基调本来就定在这边 其实怎么讲呢 所以有时候呢 我觉得台湾民众有时候用双重标准的 看待这个大陆对待马英九的这个 接待标准问题 马英九它虽然是当过台湾地区领导人 但它是卸任的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就是其实它现在是民间身份 那民间身份就像我们一样的 你来交流 我们都是朋友接待就行了 对不对 是吧 本质上应该是这样的 持平来看这种态度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我认为今天大陆 无论是从马英九刚刚一挪地开始 到它要离开之前 所有的接待的规格的标准 都远远的超出了 就是对待一个平常人来交流的这么一个 因为中国它是卸任的领导 对我们还是很看重它的 就是它毕竟是卸任的领导人 不是完全按照它 是一般的民众这样子来接待它的 所以这些接待的规格 实际上是非常相当的高了 所以我看到网上民进党的一些 一些绿营的那些媒体 什么被矮化了 我说怎么讲矮化了呢 他现在又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不对 他都被矮化了 现在我们是 我说我们要是讲矮化 现在是我们只是自我矮化了 是不是 我们你看那个宋涛主任 对不对 他是部长级的官员 都跟他见 对不对 我们国国省委的书记 都跟他见他 都接待他 对不对 是不是 他现在又不是省委处记 又不是一个地方的 又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又不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不对 所以那些就是 我觉得他们经常双重标准的 在看待这些问题 而且还是实际上是出于这种 意识形态上的考量 在看待这些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 应该要回归 首先要回归正常的一个交流往来 对不对 那这个蛮就来 首先它是一个记住 交流等等 当然了 也是希望说能够两岸能够 他满足比锦 长期以来都揭持脚入共识 对不对 反对台独 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发展 将来在和平的统一 对不对 这是他的一贯的主张的 那么他 所以他这趟来的交流 因此还带了很多年轻人来 对不对 他希望因为他知道 现在年轻时代 台湾的年轻时代 国家认同和统一医院 是这个是 国家认同梳理了 统一医院是微弱了 对不对 他希望通过交流这些来 增进台湾年轻时代的 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医院 其实他也是蛮用心的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 他所以我觉得大陆 给他比较高规的接待 也是应该的 也是应该的 我们应该 我们所有人应该要鼓励 那些出清两岸后 在九二公司的就职上 在九二公司反对台独的就职上 这个和平发展 交流合作的这些行为 我们都要予以支持和鼓励 所以我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认为接待满英九的规格 要真要讨论这个规格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说 什么高和低的问题了 只要能够有助于出境 两岸在九二公司 反对台独的就职上 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 这些人这些事 因为我们都可以去做的 是 确实 因为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对大陆来讲 希望看到的是 两岸之间多交流 因为交流 大家自然而然会有情感 会有感情 那如果说其实两岸持续 就是像在疫情的期间 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彼此交流的话 其实两岸之间发生碰撞的几率 就会越来越高 是 但是我看的时候 就是大陆有这样子的心 但是我们台湾这个媒体 大家就会比较抠字眼 一方面听 马上你在讲什么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接待满英九 其实两边在乎的东西是不一样 对啊 因为刚才讲台湾社会意识性 它已经多元化了 包括政治诉求偏好都多元化了 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 完全是可能是南岸白测的一种看法 对不对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就是他们 我相信大家会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在这些事情交流活动 活动发展不断的推进的过程中 在两岸关系到底是要活动发展 还是要对抗冲突 在这么一种前后的比较对比之中 他们会 原来也多年民众会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和选择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很多分歧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 其实也是可以 暂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毕竟台湾社会 它的意识性它已经多元化了 特别是刚才讲民营党 民营党这么多年来 故意的把台湾民众 年轻时代的国家认同梳理 以统医院变得越来越微弱 这个是 这个一事办法也是很难把它完全留着回来的 是吧 它基本上是两代人了 已经两代三十年了 对对对三十来年了 已经两代人了对不对 所以要把它慢慢改变过来 也不是那么快 那在交流中 所以现实上我们看到的有那么多的杂音也很正常 所以我们也要平常去看待 不能因为有这些杂音我们就不做了 该做的事情还得继续做 当然除了交流之外 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台湾岛内部 国方面那些特别是各种政治势力 包括一些民众应该要回归自己的法制规范 基于所谓的久而共识 反对台独这方面要多做一些事情 因为那是内部因素 包括具体讲台湾的教科书如果还是搞去中华的教育 台湾的媒体天天按照一变一国一中一台在进行宣传 台湾的政治体系如果是 或者是什么对两岸关系似统似独的那个牵引的方向 对不对 都是受到这三大因素的刑述 对 很影响的 所以这真正的要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统一意愿等等这些是要这三大体系的作用 所以这三大体系必须要刚才讲要回归自身的法制规范 就是按照两岸同书一个国家的基于久而共识 且定位且运作且影响台湾民众的脑袋 从娃娃抓起 那么这样子才会真正的两岸才可能相向而行 否则的话你看 它的三大体系如果像今天这样子 按照两岸 按照两岸是一变一国一中一台的定位在运作 在影响台湾人的脑袋的 那交流呢只是交流是想拉近对不对 可是这个三大体系的作用是拉远的 把梳理的梳远的 所以那交流率的时间是有限的 而这个三大体系的内因作用的是365天的作用 所以你交流率的时间那么短 5天的交流365天的梳理 所以它基本上完全抵消了交流的作用 从辩证化角度来讲 它交流对增进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统一院 它只是个外因 就是交流对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 这个三观 它是一个外因 外因要起作用是需要内因且支撑且配合的 内因就是刚才讲的政治体系 交易体系 舆论体系 就是这个三大体系的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三大体系 不仅不支撑不配合 是去反向操作的 所以它会抵消冲消掉两岸交流的这个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 大陆其实为了两岸能够和平走到一起 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资源的 但是看起来从现实的这个台湾社会的表现 包括选举的结果 或者这个民意调查的走向 民心的偏好走向来看 好像你预期 不仅没有达成预期 反而是有更远的结果 好像是背道而词的感觉 所以这部分是需要努力的 教授因为我们这次是来参加论坛 那其实我有看到教授准备在这次论坛当中 要发表一篇关于就是两岸融合交流的一个文章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呢 要跟教授来讨论一下 这个我们两岸之间如何深化 如何融合交流发展 是